上个月领取的惠美游戏非法RR 这个月我想下载 但是下载不了 提示CE开头的错误 这几天我尝试了很多次 一直不能下载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那就是给PS5手动指定DNS 方法是这样的 按三角键来到设置 进入网络 我现在用的是5GWiFi 并没有使用加速器 左侧来到设定 右侧来到设定网络连接 现在用的是5G连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手柄的这个键 进入详细设定 这就是PS5连接家里WiFi的网络设置 默认都是自动的 在下面有一个叫DNS设定 默认是自动的 给它改成手动 这里有两个 主要DNS和次要DNS 主要的改成114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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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4 次要的改成8.8.8.8 这个是指示对PS5这一个终端进行的设置 我之前分享过教程 是在路由器里设置 如果是在路由器里设置了这两个DNS 那么这个台路由器下面的所有终端都会使用这两个DNS 因为我们只是在PS5上遇到了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只给PS5的网络连接设置这个指定DNS 设置了之后 我这边就可以正常下载非法R了 另外如果你们那儿的PS商店还是显示黑蜘蛛 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 或者退出用户登录 重新登录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或者不能成功 也都给我个反馈 回头我看看有其他方法再和大家分享 修改PS5DNS的方法 可以解决我这边大部分的提示的CE开头的网络错误 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所有的都能解决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但是设置了这两个DNS之后会有很大的改善 至少说在我这边是这样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